月光菩萨的舍贪故事 深深震撼着我 月光菩萨圣诞日日记 月光菩萨与东方要师流离光佛 日光菩萨合称为东方三圣 日光菩萨是要师佛的左斜式 月光菩萨是要师佛的右斜式 月光菩萨经记载了一则 月光菩萨施舍的公案故事 大意是 月光菩萨曾在月光国任人亡 他以十善治国 仍正如十五的满月 把磁光洒向每一位子民 有一年他发善心打开宫内宝 让穷人任意选取他们喜爱的珍宝 月光王看到人们的欢喜 于是发誓 我将施舍自身一切所有 包括财物身体 借此不失 破除对我所有的贪恋 有一个从香醉山来的婆罗门 叫恶眼 他对月光王的发愿表示怀疑 向月光王何时说 我不远千里 只其所国王的头 愿你不失 月光王曰 父母所生不尽身 辱求我头欢喜舍 满儿本愿称心归 令我速成菩提果 月光王依从了恶眼的独意 避开危急王宫 垂胸断足的百千万百姓 到清静的魔尼院中 叫恶眼取走他的头 恶眼说 要我动手取头 别人会恨我 这不是自愿不失 月光王来到灵院 把头发结于树干上 仰天说道 我今舍头 不求伦王 不求升天 不求魔王 不求帝氏 不求泛王 为求无上正等正觉 为众丹叶 令为兽化者 回心兽化 以兽化者速得解脱 得解脱者原正即灭 就近彼岸 话音刚落 头颅应声而断 顿时虚空中 泛月响起 七色莲花如雨落下 我读了这则公案故事 深受震撼 相行之下 顿觉惭愧至极 月光菩萨 为了破除我所有的贪恋 发下施舍自身一切所有 包括财务身体的大事 而我作为一个修行多年的老佛弟子 却贪心太重 尽管在践行当今注释佛陀说法过程中 做过一点施舍 比如出自建文法典 供养修学如来正法的寺庙 帮助贫困的家庭等 但这些所谓的舍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舍 甚至是有向的舍 与月光菩萨根本没有可比性 南无第三世多结枪佛在什么教修行中教导我们 舍贪 所作一切利益众生父母之事 无挂于心 养成三叶无浊善行 故成天然自行 本职为善 并非刻意所为行善 做了即忘了 而我贪名誉 贪面子 贪钱财的念头 时不时地冒出来 更不用说为力众生而舍命了 这些都是我执深重的具体表现 我执未断 贪念未除 怎么可能成就解脱呢 所幸的是 我得遇了当今注释佛陀清传的 正确无偏的辱来证法 我一定精进文法 并按照佛陀师父说法 认真审查自己 修正自己 断掉贪念 忍辱修行 把自己打造成不自私自利 一心利益众生的修行人 我想这样就一定能够今生转凡成圣 成就解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